也称之为四大老师的王博维、杨锦涛、陈尹雀和赵元忠的重点国家家 这个地方从成立到结束仅仅四年的时间 然而他却为中国文化史培育了几十位重要的文人 这个地方就是清华国学院 在今天中国国内国学热芳心悲哀的时候 我们和大家重新回顾清华国学院的往事 从这些往事当中来一同梳理中国国学法院 掌声有请今天的嘉宾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陈尹雀教授